长期观察青铜器,你会发现青铜器上的纹样有着时代的变化。 离我们较近的东周时期的青铜锂器,也就是春秋战国的锂器, 与西周青铜器在纹样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。 这是为什么?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变化? 根据考古发掘,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前后, 西周的青铜器纹样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 但在纹线上,我们看不到导致此种变化的原因。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基本继承了商代的形式, 锂器表面有很突出的肤雕形象,纹样大多是饕贴纹。 而东周时代的锂器则更重视外观的整体造型, 表面采用浅浮雕的雷云纹。 远古传承下来的锂器纹样是有其宗教含义的。 人们的艺术审美观念是在政治与物财富的理性不断强调下慢慢固化。 当时的人们认为那样是美的, 虽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那画面有些猙獰。 对青铜锂器审美的突然变化, 不应该是现代服装流行样式的改变那样简单, 其背后是有政治与物财富暂分配权利的理性指引。 那么公元前850年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变化呢? 查历史年表, 我们会看到公元前850年是周立王在位时期。 根据文献记载, 周立王在位期间重用某某某, 不听某某某等人的建议, 垄断利润, 不许百姓有言论自由,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, 道路以墓, 敢怒不敢言等典故都产生于此时。 公元前842年国人暴动, 把周立王赶到了山西霍州一带, 周天下由贵族们共治, 史称共和行政。 我之所以用某某某代替有确切记载的真实人名, 是因为周立王重用谁, 不听谁的都不重要, 反正都是与周王姓一个性的激性家族的人, 无法证明谁的主张更道德。 所谓暴动的百姓也不是前手, 而是由封国军事权力的王公贵族。 总之周立王在位时期, 周王氏贵族与王权发生了公开的决裂, 这一事件导致的具体政治改革细节没有文献记载, 但在记祖用的青铜器上留下了痕迹, 不晓得青铜器上文样的简化抛弃了哪些政治遗产, 但这一含义应该是确切的, 其实在周立王爷爷崩世后, 是由周立王爷爷的叔叔孝王继承的王位, 孝王崩世后, 王位又传给了立王的父亲姨王, 这一曲折变化使得王位传承的决定因素变得复杂起来, 至立王时代公开化, 有现代机构研究一个人熟悉他人的平均极限是五百人, 中国也有五福的说法, 以别亲疏, 一个王朝传承到五代以上产生亲疏不均, 往往引起内部的权力斗争, 周代青铜器文样的变化说明当时人们的审美更多受政治左右, 但越到晚尽, 人们的审美意趣的个人喜好越强, 关于此,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, 欧阳修创始金石学, 欧阳修最新于时刻名文纯粹出于个人的喜好, 这与周代的青铜器不同, 但在欧阳修同时代的皇室热衷于收藏青铜器, 但那是有彰显齐正统的皇权地位的含义, 北宋时期皇家对书法也组织过收藏, 编撰成纯画阁法帖, 但欧阳修的收藏却与此有区别, 皇家收藏的法帖中的法, 与欧阳修的几古录中的古, 已说明了两者的区别, 皇家的收藏功利整齐, 如王羲之等人的书法, 让人立刻能感受到那雍龙华贵的美感, 欧阳修的几古录则怪其伟丽, 因为他们来自于四海九州, 名山大泽, 琼崖绝谷, 荒林破种, 虽然在宋代皇家与个人都在美学上有自己的追求, 比西州时代要进步多了, 但欧阳修还是要小心地为自己的这一爱好进行辩解, 单于玩物, 在器物上释放追求美的欲望, 在中国古代势必受到轻易, 欧阳修不时强调其收藏的史学价值, 对某些悲客的内容的道德典范大家赞扬, 以装饰其政治正确的形象, 但其内心到底还是被时刻的美所吸引, 他不能理解, 囚禁敦厚的卫贝字体竟然用来书写佛经, 作为强烈排佛的儒家文人, 欧阳修无法体认感知出身于游牧的民族对汉字贯注的文化精神, 也不屑于体悟佛教的幽远, 实际上在宋代以前, 文字的石刻艺术在美学上已有很明显的体现, 霍奇并目石像身上的刻字, 就显露出那个时代的雄魂气势, 很有艺术价值, 欧阳修对金石美学的理解已开始跨越文化的分歧, 这取决于他个人的艺术修养和天赋, 非常难能可贵。 由以上两个时代的例子可以看出, 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探索是在社会政治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, 虽然在宋代是中国艺术发展的薄兴时期, 从宋人宗到徽宗, 皇帝本人都有着极高的艺术修养, 但整个社会在艺术探索中都小心地试探着 艺术美与社会政治伦理底线之间的张力, 直至清代几乎没有什么进展, 不妨说有倒退。 感谢观看